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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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菩萨行论》当中 现在一品已经讲完了 第二品的中一部分 中一里面已经讲了 菩萨戒怎么样受 昨天前面已经讲了 菩萨戒怎么样受 受完了以后 我们现在以什么样的方法 来护持菩萨戒 护持菩萨戒的戒条 昨天前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 同时我们昨天也讲了 按照汉传佛教 这个菩萨戒根据《法王经》 来受刺 这方面 我昨天也讲了 有关真谛法师的历史 也是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 是 就是贪污成 贪污成时代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说法 当时法经当有些弟子 在贪污成面前 请求翻译菩萨戒的仪轨 当时他没有答应 请求让他传菩萨戒 他也没有答应 他当时觉得 这些不能堪为法器 后来这些法师们 在佛像面前承受各种供品 然后一心一意地祈祷 到了第八天晚上的时候 他们都同时做梦 在梦中弥勒菩萨出现 给他们传授菩萨戒 之后 他们请求之后 当时贪污成也是非常高兴 然后他后来通过梦本里面的一些 数菩萨戒的仪轨 进行翻译 但翻译的时候 根据刚才弥勒菩萨所讲的内容 基本上都是相同的 所以从此以后 汉地也是有相当一部分的人 就受持这样的菩萨戒 也有这样的传统 在俱摩洛圣的时候 也是昨天也讲了 有八百多个人请求 后来根据敦煌的一些仪轨 来受持菩萨戒 也有这种传统 不管怎么样 现在在汉传佛教当中 也是山坛大戒当中 经常传授菩萨戒 传授菩萨戒的时候 跟藏传佛教 可能有点不相同 他们那里 比如说有鹿嘴寺 或者教授寺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法师 通过仪式给大家 发放菩萨戒奔等等 我想不管你是学汉传佛教 学藏传佛教 首先应该知道 菩提心的重要性 如果你菩提心的重要性 没有知道 尤其是对大乘佛法 没有起信心 对众生没有起悲心 让自己没有发愿 没有发愿的话 那菩萨戒在 自相语当中是得不到的 所以仪轨在做得怎么样好 但实际上你自己内心当中 也必须要具足这三个条件 这是布顿大师 他在《入行论》的讲述当中 也是这样讲过 受菩萨戒必须要具足三条 第一个 对三宝有信心 第二个 对众生起悲心 然后自己愿意受菩萨戒 要想度化众生 这样的三条你必须具足 如果这三条不具足 那菩萨戒是不能得到的 所以我想我们诸位法师也好 或者其他一些 具有法相的善知识 一定要依照真实的仪轨 来传授菩萨戒 这一点相当重要 因为仪轨 我们一般的人来造 也相当困难 应该是以前的高僧大德们 所造的仪轨来受持 以前你自己受的菩萨戒 如果不受法 那么重新受菩萨戒 昨前天也讲了 菩萨戒跟其他的有点不同 通过三个方式来可以受 一个在具象的 三知识面前也可以受 还有一种在佛像 三宝所以面前可以受持 然后在自己前面观想诸佛菩萨 然后在诸佛菩萨面前受持 所以不管是 你通过哪一种方式来受持 自相续当中一定要有菩萨戒 菩提心 这个很重要的 前面我并不是反对戒本 并不是反对戒谍 有戒谍当然也是一种证明 很好的 但是有了戒能不能表示 自相续当中真的有菩萨戒 也不一定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 首先观察自己 自己到底有没有菩萨戒 这一点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昨天前面也讲了 你相续当中有了菩萨戒以后 应该以自己的正知 正念来经常观察自己的相续 作为我是一个大乘修行人 那么一定要具有菩萨戒 这是相当的重要 所以我们昨天前面 也大概讲了这些道理 《密誉庄严论》中所说的这十八条 可以归纳在《菩萨地论》当中 所说的四条当中 昨天前面也讲十四条 应该是国王荣义犯的五条戒律 然后大乘荣义犯的五条戒律 这些如果本质上归纳 因为大乘当中是前四者 前四者可以包括在前面的国王五条当中 所以我们昨天《虚空藏经》里面的十四条 应该可以这样涉略 可以这样包括在十四条当中 应该可以这样理解 那么这十八条戒律可以在 无知菩萨所讲的 《菩萨地论》的十条里面 开阔而言 一般菩萨戒有断除缩断的 严禁恶心戒 行持六度的舍迹善法戒 以及唯一利益众生的饶益有情戒 这三种所有的菩萨戒 你可以包括在这三个戒条当中 那么这个跟我们的 小乘戒也有点不同 比如说《别解脱戒》里面说是 诸恶母座 诸善奉行 自禁其义 那么这个就是佛法 所谓的佛法 不作恶业 奉行善法 自行清净 第三条就是自行清净 这就是所谓的释迦牟尼佛 按照别解脱 或者按照小乘的观点来讲 应该是我们的佛法 不作恶业 作善法 作十种善法 然后调伏自己的相续 只有这三条 有了这三条 这就是所谓的佛法 但是跟大乘佛法 有点不相同的 大乘佛法当中所提倡的 前两者基本上是相同的 他这里也是讲了 严禁恶行劫当中诸恶魔座的意思 然后行持六度当设计善法劫当中 诸善奉行 一切善法 最后的利益一切众生 跟小乘有点不相同 这个问题大家应该清楚 如果按照小乘的观点 我不作任何恶业 然后行持善法 我经常观察自己的身 只要调伏自己 我自己想从轮回当中 获得解脱而发出离心 我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但我们大乘的观点来讲 是不是这样的人 大乘修行人呢 并不是这样的 我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 不做任何恶业 天天都是念阿弥陀佛 或者我们念观音信咒 拿转经论等等 每天都是做善法 而且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是非常严格的 然后不起诚信 不信贪信 在这种人身 按照大乘的教法当中 算不算一个修行人呢 不算 为什么呢 最根本的就是菩提心 他的相续当中不具足 所以我们大乘当中 还要增加一个尽量的饶益有情 饶益有情戒跟大乘 跟小乘 应该说是一个不同的戒 为而言之 菩萨的学处就是要断除 有害自他的一切因素 九道师的利益利益他 作为大乘学处 大乘的菩萨戒条当中 第一个要断除 对自己和他损害的一切因素 这个是最根本的 九道师的利益众生 比如说我们按照小乘里面 只要不做恶业 不害众生就已经可以了 别解脱 我们以前学过《毗奈耶经》当中 经常这样强调的 当时在佛陀的一些眷属 周围比丘 给他们宣讲佛法的时候 不要害众生 不要起烦恼 自己行持善法 调伏自行 就这样已经可以了 尽此而已了 而大乘佛法 在这个上面还有一条 尽心尽量的利益众生 利益众生是数位 利益众生是最关键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别人如果问 你是大乘修行人 还是小乘修行人 很多人说 我肯定是大乘修行人 我以前是德国贯定的 我是学净土宗的 我是学禅宗的 我怎么不是大乘修行人 那你每天都是是不是 尽心尽力的利益众生放在数位呢 那不一定要我自己要成就 我自己要好好休息 所以有时候 我们要看一看 反观自己 我们到底是大乘修行人 还是小乘修行人 这方面一定要观察观察 成办利益的方式 依照《菩萨戒阿世诵》 当中是这样说的 他这里讲得非常清楚 他是这样说的 不管是对自己也好 对他人也好 凡是受痛苦的事情 虽然是很痛苦 但是只要是对今生来世 对众生有利 那么这样一切的利乐 应该我们要做 看看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看这个会不会很痛苦 但痛苦的话 如果对众生有利 对自己有利 这样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做 比如说我们现在 做一些弘法工作 做放生 或者说我们闻思修行 当然跟平时的什么都不做 你天天都睡懒觉 好吃懒足 那这样的事情 相比较起来 做事情肯定困难的 不管是做佛法的事情 还是对众生的一些事情 肯定困难的 但是你对众生也是有利的 对自己也是有利的 这样的事情 我们大乘修行人来讲 应该要做 谁乐不利及其谋心 有些事情 虽然暂时你要享受这样快乐的时候 应该是很不错的 但是对究竟来讲 对众生也是没有的 对自己也是没有的 那这种人能不能做这样的事情 不能做了 就像吸鸦片 或者喝酒 或者现在我们世间上的很多人 有了时间以后 到一些购物厅里面 每天都是混时间 或者什么毒钵等等 表面上看来 暂时你可能过得很快乐 你看喝酒的这些人 暂时自己都是觉得已经 过得相当的快乐 有这种感觉 然后你到了一些 其他的非法场所 暂时在自己的感觉上 可能有一点快乐 但你做了这件事情 对你的今世 对你的来世 始终都是剥离的 所以有智慧的人 不应该这样做 平时我们世间人当中 经常办公事 办工程 或者是做一些起义 在这个时候 你应该要观察 你观察 做这件事情是不是造恶业 是不是对众生的生命有害 如果对众生的生命有害 对你自己也是 来世都不利的话 最好不要做 因为在世界上 有这么多的行列 这么多的事情 你非要害众生 杀害众生的手段来 养护自己是化不妥的 我们众生的生命就像 昨前天《中观众论》 里面所讲的那样 就像是为佛风所吹动的 这种水泡一样 无常的 就是人生几十年 依靠一些造恶业来养活 这是非常可别的一件事情 所以大家有智慧的人 应该会观察的 什么都会有观察的 就像现在世间上 一些聪明的人 他对自己的家庭 对自己的事业 各方面有所观察的 可是我们现在大多数的人 正因为我们的环境 我们的教育 都有一些不可分割的 有一些关系 所以我们对长远的 对今世和来世的快乐 这方面 着想的人是相当少 所以作为真正的修学人 大家应该要知道 就像我们现在这里面 二十诵里面所讲的那样 要求自己 看自己的所作所为 是到底对自己和众生 有利还是无利 始终都是应该要观察 也就是说 如果心存善意 行为善妙 则绝对没有多罪 那么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 第一个 你的动机会不会善妙 就是心会不会善的 然后行为会不会善的 如果心也善 行为也善 那这样的话 这个事情 根本不会有任何多罪的 比如说 我以善心来放生 有没有过失呢 肯定不会有过失的 我以恭敬心来赞叹佛陀 赞叹上师 这样做的话 有没有过失呢 肯定没有的 我的心也是善的 行为也善的 这个 这种行为 我们任何一个人 可以看得出来 不会有任何过失的 欲知相反 行为待义 行为恶劣 可以肯定是多罪的 那么欲知恰恰想法 我的心也不好 行为也不好 比如说 我有嗔恨心来 开始杀人 或者是我以贪心来邪淫 或者我以嫉妒心来 说别人的过失等等 这样做的话 那心也不善 行为也不善 这种情况 决定是多罪的 所以我们平时讲戒律的时候 有四种类型吧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是什么样呢 如果是好行好业 那么既是外表显得 为非作德 也是多罪的形象 他这里 如果你行事很好 但是外表显得不太如法 那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犯罪呢 是堕罪的形象 堕罪的形象不是真正的堕罪 表面上看来 好像是一种有罪过的行为 实际上是没有罪过的 比如说我们心里 对爱护动物 看见一些 比如说猎人最敢过来的野兽 看见的时候 我们大网语说 这里没有野兽等等 或者说我们有些家里的父母 特别吝啬 特别不愿意布施放生的话 你悄悄地从他的钱包里面 拿一点钱 然后夹在放生款里面 给他放生 表面上看来你偷东西 但实际上也是那个 因为自私自利的心 在这个当中是不能有的 如果你自私自利的心有一点 那就你自己的事情了 这个肯定不行的 但是你完全是为他做好事 从这个角度来讲 不会有过失 因为你的动机 对自己一点都没有任何想象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大悲上主 为了救护五百个上主而是个杀人 他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果报 这种行为虽然表面上看来是罪业 但实际上没有罪业 这个意思 相反如果居心不良 即使行为上显得多么稻妙安然 也是无罪的 无多的形象 那么这个有罪过的 比如说你的心一点都是不好 就是心不好的 但你行为上显得非常如法 显得如火 如火 如火 这样实际上 这种罪业也是相当大的 我们现在有些居士也是这样的 就是表面上说 我要弘扬佛法 我要买树 这样的实际上买树的钱 全部揣在自己的包里面 自己吃羊肉 牛肉等等 那这样的话 这个罪过是肯定很大的 所以有时候有些上师们 也是以佛教来打气好吧 说我要给你们弘扬佛法 传佛法 灌顶啊 我这个法是如何如何殊胜的 他的目的就是 想得到一点供养 然后供养的钱 自己开始顺便享用 顺便这样做 那这些表面上看来 你在传法真的是功德很大 但实际上他的目的 不是为众生的利益 为众生利益的成分 基本上都是没有的 目的就是你自己养活的 还刚才有些人 表面上看来你这个银术 做很多很多的矿别 看起来很好的 但实际上从中开始故意赚钱 然后自己这方面 又有许许多多的过失 所以我们平时 大家也应该观察 那有些人可能这样想 那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好心好意 做一些恶业可以吧 那这样我心是很蠢的 可能有些人是这样想 但是你的心蠢 并不是你说 我这个心很蠢 不是这样的 所以按照真正的 一些真理来观察的时候 我们有些人说 我的心很蠢的 我随随便便偷盗 可能不要紧 我的心很蠢的 口头上这样说 但实际上 你说随随便便偷盗的目的 是不是为你自己 如果真正是为你自己 那肯定是不好的 如果你自己的心一点没有 哪怕是我的生命 就是如果出危险 也不要紧 我为了放生偷东西 永明禅 是不是把国库里面的好多钱 全部用放生 后来准备判死刑的时候 他的脸色一点也没有什么 感觉他还很高兴 他想是为了度化那么多的众生 我一个人的生命 应该是值得失去 后来国王也很感动 把他立为过失 也有这样的历史吧 当然这个历史的说法是有不同的 所以我们行为上 应该大家看一下 看看自己真正的心存不存 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看着 在戒律当中 比如说身体和口业 其中这种业 生育的其中业 有开许的时候 但是心没有开许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心里面产生贪心 心里面产生嗔恨心 心里面产生痴心 邪见 那么这个已经出现了 罪业已经形成了 形成以后 那你就给他取上一个很好的名称 也没有什么用的了 这样的话 那我们有些行为 不一定看得出来 但是自己最好 没有特别的一些必要 行为也是如理如法 这一点相当重要 这一生我们已经讲了 如何护持菩萨戒律 所以每一个道友 大家应该想一想 我们已经受了菩萨戒 过一段时间 我们也要通过不同的方式来 大家肯定要受菩萨戒 受了菩萨戒以后 看你护持得怎么样 现在不管是藏地也好 汉地也好 有这么一个不好的传统 比如说 别解脱戒 大家都犯了根本戒 犯了道戒 阴戒 说大妄语 那个时候寺院里面 也是把它开除了 这个是犯根本戒的人 开除了 然后自己也认为 我已经犯了根本戒 大家自愿地离开 有这种情况 可是我们大乘菩萨戒当中 好多法师也并不调查 你到底犯了 菩萨根本戒没有 然后自己 我到底犯了根本戒没有 这方面基本上 很多人都不关心 实际上跟小乘戒 也没有什么差别的 小乘有这样的根本戒 那么我们大乘菩萨戒 也有这样的根本戒 那么这个根本戒 如果你没有恢复 你的罪过超越了 小乘的这种罪过 所以我们也对这个问题 应该值得重视 但这个历来很多道场当中 并不是特别的重视 很多地方给大家都 已经传授菩萨戒 传授菩萨戒完了以后 再也不管了 你到底犯了没有 你所受的戒条是哪一些 根本戒是什么 值分戒是什么 这些方面 几乎都没有特别的强调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这次学习《入菩萨行论》 并不是我们心向上 我昨前天已经讲了 大家每一个人 看看能不能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真的种下一个菩提的金刚宗子 这是多生内戒当中 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我们这次 大家每一个人 观自己的心 早上的时候也是 不管你修皈依三宝也好 修菩提心也好 当然具体的 有些菩提心的修法 你们不太懂的话 过一段时间我们也讲吧 总的来讲 现在好多道友修得 应该是很不错的 不过有时候我修得 不太很好 有时候还可以 有时候早上也不太困 那个时候自己也觉得 在半个小时当中 每天都用的 还是很满意的 觉得很不错的 收获也很大的 因为平时我们天天 口头上说 菩提心 菩提心 利益众生 饶益众生 这样一说实际行动当中 要求自己好好地观想 那这个力量完全是不同的 佛法是口头上说 和实际上结合自己的相续 这两个的效果 完全是不相同的 但有时候因为作为一个 凡夫人的分别念特别地乱 所以有时候一早上都是想 今天做什么事情 今天要安排什么事情 好像一天所做的事情 全部早上半个小时当中已经想完了 但一会回想的时候 我到底回想什么善根啊 有这种七少数 次数不是很多 但有时候 的确也有这种情况 不管怎么样 我想慢慢慢慢调整吧 无始以来的心 一直没有这样悦说的话 肯定会有这样的 我想我们道友当中 也有些可能会 像我这样的也是有 但我自己认为 我应该这次怎么说 口头上是我在这里讲 但实际上自己修行也好 各方面应该是特别 这个查的 在菩提学会的会员当中 虽然我在讲 但是我是最查的人 这个是我 应该不是说谦虚话 自己经常这样想 是这样的 下面讲环境法 如果菩萨戒坏了 也就是破了菩萨戒 怎么样恢复 讲这个问题 前一段时间 我们不是讲了 我买了一个什么仪器 那么坏了的话 就是维修还是重新买 从这后面要考虑 这个环境方式是这样的 《菩萨戒二十诵》当中 这样说的 这里面主要是讲 五诸菩萨的观点吧 五诸菩萨的观点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已经 翻了菩萨戒的时候 菩萨戒的犯的程度 当然是有不同的 有些上等 中等 下根 你犯的下根者 犯的罪业相当大的 比如说 你舍弃了怨菩提心 舍弃了心菩提心 所有的戒条里面 犯了很多很多 那么这些就叫做大负 这个负 我们平时在俱世论当中 也是用烦恼 障碍 这方面来代替 具有这种大的罪业 翻了根本戒 那重新要恢复 重新恢复 如果是中等的 翻根本戒 那么在三个人以上的一些 具有菩萨戒的人 面前进行忏悔 如果下等的 也就是说 没有完全的失会 但是有相当程度的损失了 这种人应该在 一个人面前可以忏悔 有无然无自义自行 那么有没有然无呢 凭自己的正知正念 观察自行 看你的犯都是 重罪还是轻罪 或者他生罪 还是恶作罪 应该观察自己的相续来清净 这是很重要的 按照无知菩萨的观点 应该在别人面前 因为比较严格 严格要求 严格要求的时候 你必须有一个惭愧对境 我今天在你面前重新说的话 你到时候又破了 又到你那里的时候 自己就不好意思 有点惭愧的对境 所以无知菩萨的要求 比较严格的 一定要在人面前恢复 有这样的说法 然后下面是 按照龙猛菩萨的 恢复方法 龙猛菩萨的观点来讲的 《学集论》当中是这样讲的 梦境中诸语 虚空藏前禅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犯了菩萨根本戒 可以忏悔 忏悔的方式 当然佛像面前 或者其他的三宝所业面前 也是可以忏悔的 如果忏悔的时候 尤其是在这里讲的是 中根 上根 下根 三宝根基的人 如果是上根者 就像《广荒经》当中 所讲的那样 自己安住断住 让自己的心入空性的定 在这个当中 能禅 所禅 全部都不存在的方式 这样忏悔 安住于本性当中而忏悔 然后中根者应该在 虚空藏菩萨面前忏悔 忏悔的方式在其他有关 菩萨戒本里面所讲的一样 如果自己犯了 这样根本戒的时候 在虚空藏菩萨观想 然后在他面前祈祷 供养 忏悔 这样在做梦的时候 梦中虚空藏菩萨 以人或者以其他的形象来 给你指示 得以清净 如果你那个时候 也是没有得到这种梦想 那么到了黎明的时候 他就告诉黎明 你照耀蓝赞不住的时候 你要告诉虚空藏菩萨 通过我的话来转告 我要清净忏悔 这样睡下去的话 那么通过虚空藏菩萨的加持 在黎明以后 在梦中也会出现的 听说我们有些道友 早上观想的时候 一边睡着了 然后过一会儿的时候 已经时间都过完了 可能他专门寻找虚空藏菩萨去的 这是中根者的这种忏悔方法 然后下根者是依靠四对治力 依靠四对治力进行忏悔 所以我们有些人 自己在梦境的观想能力也很差 安住在空性当中 也比较困难 这种人最好是 平时我们所讲的四种对治力进行忏悔 总而言之 我们应该平时念三十五部忏悔文 念金刚萨埵星咒 还有念百字明等等 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忏悔 相当重要的 以前众东巴尊者面前 有一些弟子问 我们相续当中 菩提心是圆满生气 圆满受持 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他说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好好地积累善根 一气之功来 极致善根 然后第二种方法 应该以四种对治力来进行忏悔 他就讲了两条 所以我们作为传承上师们的 教言来讲也是 作为一个凡夫人 在自相续当中 不犯菩萨戒可能相当的困难 像阿底下尊者他说 在小乘的戒一点也没有犯过 到了菩萨戒的时候 有一点点犯过 到了密城的戒的时候 犯得特别多 所以我们这些戒条 越上越稀 越上越难受 就很难以受要 因此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 每天都是不舍弃众生 每天都是对众生不生嗔恨心 没有自材毁他等等 这样的人确实是 凡夫人当中也是相当少的 所以菩萨戒跟其他的戒条 一点不同 按照龙摩菩萨的观点 每天都是你这样受 每天都是这样受持 实际上我们相续当中的菩萨戒 损坏马上就补上了 马上就补上了 所以这个功德也是相当大的 这样一来 以后希望大家一定要 自相续当中的菩萨戒得以清净 这方面下功夫相当重要 下面就是讲 论语分二 分三加行 真行 后行 这个加行也分为二 第一是精华自相续 第二是为利他而修习 第一个精华自相续 分八个方面的问题 其中第一个供养 我们下面就是讲八支供业 可以说 或者七支供可以说 那么第一个是供养之 供养之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众所和别所 首先讲的是众所 那么这里供养的话 它这里为什么叫众所呢 在下面所有的 不管是一幻供养也好 真实供养也好 或者有主人的供养 没有主人的供养 这些供养的对境 应该全部是三宝 钟敦拜也是这样讲的 他说 修七支供的对境 最好是三宝 在三宝面前修七支供的 功德是相当大的 所以我们平时修七支供的时候 应该有一个三宝所依 佛像 佛经 或者佛塔 在这些面前 你不管忏悔 供养 做什么样的事情 就一定要在这样的对境面前 这样供养 那苏仙颂词当中 这样说的 维持珍宝心 我尽供如来 无垢妙法宝 佛子供呆海 讲义里面也是这样说了 为了受持珍贵的珍宝菩提心 我尽在对境一切善事 无有分别十五十之勾然的 所有妙法 以及具有无量无边 如海功德的诸位圣者菩萨 也就是说 我们对境就是这样的 就刚才颂词里面 我们为什么现在对诸佛菩萨供养呢 就是我们的相续当中 要生起一个非常珍贵的 前面在《功德品》里面 所讲的一样的 难得的 珍贵的 可贵的 这样的菩提心 每一个人一定要想获得 要获得这样的话 无缘无故 不可能得到的 我们先应该在三宝面前供养 那么三宝具有像大海一般的 浩瀚无边的功德的 这样的如来和 还有没有分别有时无时的正法 还有像观世音菩萨 文殊菩萨 等等大乘圣者 这样的三宝面前 也就是说 这样的三宝面前 以想获得福果之意乐 为一切有情 供品三妙悦意 三论清净 无有为凭 苟然 回向大菩提这六种方式来供养 供养的方式是这样的 平时我们 无洲菩萨已经讲了 做供养的时候 必须要具足六种条件 那么这几种条件 大家平时 做什么样的供养 大家一定要想的 我看现在世间上 许许多多的人 供养的目的是什么啊 供养的目的就是 为自己的家庭 为自己的工作 当然这个 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我们前面也讲了 三宝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 这样的话 依靠三宝的威力和加持 实际上对你心里面所想的 也会有如愿一场的机会 但是对长远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 我们作为大乘佛子 大乘修行人来讲 供养的时候 具足在六种条件 第一个条件 我们不管供养什么东西 一定要想 为了获得佛果 并不是说 为了我升官 为了我身体健康等等 这些不是很重要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 为了获得佛果而供养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我这样的供养 为了利益有情 不是为了利益我 所以我们以前的 供养方法跟很多人的 跟我们以前 噶当派的有些导师 他们是这样讲的 以前我们所作所为 都凡夫的所作所为 现在我们必须要 重新过一个新的生活 的确 我们觉得需要这样的心态 我们的心态没有改变的话 大多数的佛教徒可能到目前为止 从来没有真实地 发过大乘的菩提心 学佛已经学了很多年了 但是每天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自己而已 所以第二个就是 为了一切有情 我做什么样的供养 就是为有情 这是第二条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些问题一定要记住 然后第三个 我们所供的供品 就是不能有苟然的 不清净的 或者是一些藏乱刹的 各种各样的 一些坏的物品 不能供养 一定要你自己最喜欢的 最好看的 最庄严的 最清洁 最干净的 这些东西 陈舍在佛像和僧尊面前 这是供品方面来讲的 然后第四个问题 三论清洁 三论清洁当然我们作为凡夫人来讲 可能有点困难的 意思就是说 所供养的对境 能供养自己 所供的物品 这三个都是以空性的 间接来摄持 什么都不愿的境界当中 当然这个我们 如果实在是做不到的话 我们一切都是空性的 但是在世俗当中 我还是要 用这种供品来供养 这样做的话 也没有什么不可的 第五个 无有未品的个人 在供养的过程当中 最好不要有嗔恨心 贪心 或者是嫉妒心等等 以这种方式来 那个人已经对我的上师供养了 我应该更大的一个供养 竞争心 还有一些嗔恨心的供养等等 有各种方式 这样不好 你要供养的话 最好是很清净的心 如果你觉得 比如说我拿出十块钱 我绝对是舍不得 我有一点五块钱 我舍得得的话 那么十元钱我就 首先拿出来了 然后现在一看十元钱太多了 算了算了 把它拿下来 然后再拿 我前一段时间 来了一个器给 给他拿了十块钱 有点舍不得 然后我想说 那个有点太多了 最好不要有吝啬心 然后换一个钱拿下来 然后再拿出来 拿了一百块钱 然后吝啬心更大了 最后找找找 也找到一个吝啬心 所以有时候 什么时候啊 自己为了调整自己心的过程当中 出现更大的一些违缘 应该不管怎么样 心一定要清净 最后所供养的东西 要回向给众生 回向给一切菩提 这一点相当重要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次 不管是在什么条件下 什么情况下 你要做供养的时候 一定要具足这种条件 具足这五种条件 来进行供养 那么我们供养的时候 一定要心清净 刚才也这样讲了 为什么在这里这样供养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为了 受持珍贵的菩提心 受持菩提心之前 一定要承受供品 这个是一切阿底峡尊者 来到藏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有好多弟子当时在阿底峡面前 请求传菩萨戒 他说 如果给你们传菩萨戒 你们在三宝所依面前 好好的承受供品 后来这些弟子们尽心尽力地 做了一些供品 但后来阿底峡尊者一看 他就不满意 叫他们重新再成事 这样反反复复 让他们重新换了好几次供品以后 后来阿底峡尊者也很高兴 给他们传授了菩提心 在藏地的历史上 也是这样的记者 所以我们首先要自相续当中 真的要受持菩萨戒的时候 首先为了断除 自相续当中的一些吝啬心 然后在诸佛菩萨面前作供养 这是很重要的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 在学院当中 每年六月初始 释迦牟尼佛转法论日的时候 基本上每年都是传授菩萨戒 传授菩萨戒的时候 上师要求整个大经堂里面 全部都是五彩的手段 各种山上的野花 还有一些塑料花 还有灯 水 各种武功的供品 全部都承受得非常庄严 生势特别豪大 这样的供品 大家应该记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在受持菩萨戒前面 做一些真实的供养 或者观想的供养 这个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我们平时在诸佛菩萨面前 应该这样想 我为了受持菩萨心 平时在生活当中 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供品 你看到一个月异的东西 看到一个可爱的东西 你就心里面想 供养三宝 供养三宝 这是我们的生活当中 不可缺少的一个行为 当然有些人可能性格 他的修行里有点差别吧 有些人虽然道理上是已经懂 但是真正当他遇到一些 非常好的时候 他就根本看不到 以前我们学院的一个法师 到成都 春夕楼那边 他晚上一看 整个晚上的菜店 菜店特别的庄严 这个时候他就念经吧 然后旁边的一些居士说 哎呀 上师 你咕噜咕噜咕噜在念什么呀 他心里面看见 这么庄严供养的时候 马上供养诸佛菩萨 有这样的 但有些人可能是做不到的 他看待很好的东西 这个东西我有了多好 这个里面我还是住在那里很好 确实是有这样的 麦彭仁波切也讲了 有智慧的人 不管是快乐的时候 还是痛苦的时候 他会观察 而且把这个作为修行的助缘 然后愚者的人 当他快乐的时候 对修行也没有什么用的 痛苦的时候 对修行也没有什么用的 所以我们愚者和智者之间 当然有很多的差别 平时我们有些在家人 当然我们也理解 因为生活压力相当的重 然后每天有许许多多的一些琐事 平时在自己脑袋里面 装的全部是一些 不是对佛法有关的一些东西 这样一来 那么我们到任何一个环境当中的时候 它不一定马上想得起来 但是以前如果这样 以后看可不可以稍微你的这种生活方式 你的这种心态能不能转一下 能不能稍微改变一下 平时我们很多人 我前一段时间讲的一样 真的大多数的人修行的时间 如果十个小时你做世间法 然后五个小时有没有做佛法 肯定是没有的 最多是现在做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 那个也是有时候 不太成功的 所以世间人确实是 学佛的这种世间的空间也是很小的 而且力量也确实是很薄弱的 而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自己应该有一种强迫的手段 而且一定要你对这个 不管是你的分别念 愿意也好 不愿意也好 你一定要想尽一些办法 像以前的这种生活 稍微有着改变 前一段时间我们净土教言 发给各个地方 好多地方的人觉得 哎 只有一个小小的本 这个还要学一个多月 没有什么可学的 太那个了 好多人生起傲慢心 然后我昨天出了四十八个问答题 我就看这些人很傲慢 心里有点不高兴 然后马上出了四十八个问答题 也算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元 当然好听一点 四十八元 然后我们就发给大家 发给大家以后呢 噢 原来这个小本当中 还是有很多的内容 好多地方才感觉 有一种学的价值 实际上我们 不管是净土教言也好 入菩萨心论 我们这里有些道友 已经听了那么多次 还需要参加佛达 还需要听的话呢 那为什么 你们城市里面的一些人 从来都是对佛法 学得不是很好的 平时把所有的时间 用在一些乱七八糟的吃喝玩乐上面 那这样的话 你现在我觉得是每天的 如果你没有认认真真地学的话 不一定学得懂 不一定学得进去 所以大家对关于公平的问题上 一定要注意 我们所供的对境是什么样 一定要观想好 这是讲的众所 别所当中 他分了六个问题 第一个 供养五诸物 五诸物是没有诸人的这些东西 我们观想 我们心里面观想 供养诸佛菩萨 那么这个是真实的供养五诸物和 还有供养这样的原因 就是讲两个方面 首先在颂诸当中是这样说的 鲜花欲争果 种种族粮药 世间珍宝物 悦意澄清水 那么这个在讲义里面 《登辞王经》当中是这样说的 十方世间皆中 净水平原中所长的鲜花 珍宝等对未受他者 所有劫物当供养 他这里世间当中的 清净的水平原 鲜花 珍宝等等 凡是不是属于 别人观止的 也没有很明显的 诸人的这些财物 我们全部都是供养诸佛菩萨 世间上有 珍极斗烟的鲜花 珍宝的果实 饮有仅有的各种妙药 品种各异的奇珍异宝 令人属心寓意的 具足霸功德的精髓等等 这些我们一定要想供养 实际上这个供养 在每一个颂词后面 没有写诸佛菩萨 没有这么写 但是我们前面中说的时候 我们供养的对境 已经讲得清楚了 就是指的是三宝 佛法身三宝 我们供养的对境 所以平时我们看见 什么样的 比如说这里面 已经讲的第一个鲜花 鲜花 那么就是什么样的鲜 不管你看见的 什么镀卷花也好 梅花也好 或者是木兰花也好 我们藏地有什么大圆花 护珠花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花 这些花看见以后 一定要想 那么好看的话 一定要供养诸佛菩萨 就这样想 以前上师如意宝 也经常夏天的时候 到外面的一些花园里 或者是一些 满山便宜都是鲜花的 这样一种草地上去的时候 就开始念诵仪轨 供养诸佛菩萨 其实我们平时有这种习惯 那你看见这么好的花 不管你在屋子里面也好 或者是外面的花园里面 去散步的时候 你就马上观想出来 这么好的花 一定要供养诸佛菩萨 应该是会这样想的 所有的珍果 还有那个珍果 珍果的话 它这里面讲的 各种珍宝的果也可以说 或者说一些 我们平时所讲的一些果实 水果方面 像栗子 苹果 还有什么 这方面可能你们想的比较多一点 然后我香蕉 琵琶 芒果 还有什么 苹果已经说了 是吧 原来我们有一个小孩子 到一个地方去了以后 好像是苹果还是什么 在佛像面前放着供品 放着供品的时候 他说 我特别想吃这个 可不可以给我 然后那个主人说 给你也是可以的 但你最好 因为我供的莲花生大师 释迦牟尼佛 你最好 给莲花生大师请求 如果他给的话 可以 然后他说 莲花生大师 我很想吃苹果 你可不可以给我 然后他自己说 可以 然后他拿下来 他自己吃了 这种供品 我觉得也是 这种水果 这样也是很好 不过供品的问题上 比如说 以前乔梅仁波切说 供品不能顺便吃 可以到一个干净的地方 到了一些汉地的城市里面的时候 供品的问题上 政治也比较多 一般来讲 这种供品 如果你真正能观想 诸佛菩萨吃给你 诸佛菩萨刚才那样 针得莲花生大师说 可以啊 如果真的观想这样 我觉得是 因为像慧供品那样享用 诸佛菩萨已经吃给我 心里面这样观想 也应该是可以 如果你没有这样 尤其是大城市里面的一些供品 相当的困难 他扔在垃圾桶里面更不干净 然后到别人的房顶上 尤其是现在的城市里面来 根本没办法承办的事情 这样也好 学多人在这个问题上面 说法也比较多 在藏地也是有些寺院 比如说开一些法会的时候 那些供品分给大家 大家也像诸佛菩萨说可以 观想这样 自己可以享用 有这种情况 在这个问题上 当然根据自己的情况吧 根据自己情况 你并不是受特意的贪心 以这种方式来 如果接受的可能不太好 所以供品 我们也应该这样想 任何水果 我想有些人 比如说现在有些在家人 每天都是卖菜去 卖什么 当然出家人也需要卖 这个并不能这样说 你看我们这个菜市场里面的 很多出家人每天都是卖得这么多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如果看见很好的水果的时候 你自己想吃 自己怎么样的时候 还是要想供养诸佛菩萨 所以我们在这里供养 看见任何一个水果的时候 你就可以这样观想 所以表面上看到 我们有些人好像你在街上 或者你到花园里面去 你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时候 你到公园里面去的时候 公园里面那么多的花朵 你就一一地观想 供养诸佛菩萨的时候 那实际上 你的供品已经具足了 你就心里面想 你看这么多的无颜露色 那么好的鲜花 那这些鲜花全部供养诸佛菩萨 愿我的相续当中 早日生起菩提心 如果你这样想 实际上你到花园里面去 也是有意义的 我们夏天的时候 你看山上有那么多的 蛮地都是鲜花 那这些鲜花一看了以后 我们也应该这样供养 原来有一次 我们去宗塔草原 原来我们读中学的那个草原 那个上面的鲜花 真的好像特别特别的多 那个时候无法演说 无法形容 就是这样的 当时我们拿着衣柜念诵 心里面也是很高兴的 今天这么多 好像已经供养诸佛菩萨 心里特别快乐 所以平时都有这种习惯 作为一个人到哪里去 肯定有很多的一些机会 修行的机会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 只不过是我们的正知正念 有时候是不够 有这种情况 还有种种粮药 很好的百合 冰箱 中药方面 我们藏药也相当多的 西药也好 你到了一些药房 看见什么样的药都是可以的 凡是知众生的这些病 都要想供养诸佛菩萨 然后世间的珍宝 比如说酸糊 麻辣 或者护菩 金子 银子 包括铁 铜等等 所有的这些供品 都要想供养诸佛菩萨 所有的珍宝物也可以这样想 然后悦意澄清的水 平时我们看见一些 清净在山沟里面清净的这些水的时候 也要想 哎呀 这么好的水 供养诸佛菩萨 平时我们在提水的时候 首先水先供养诸佛菩萨 也有这样的 以前阿底峡尊者来到藏地的时候 他说 我们印度水是特别浑浊 不能供养 而我来到藏地 你们藏地 光是水作为供养 那所有的资粮会圆满的 你看藏地那么多的地方 有那么好沉浸的水 当时阿底峡尊者的那个时候 可能是在印度 也的确是没有这样的 但原来法王去的时候 当时印度的水也是 现在基本上都是 就像大城市里面的水 通过过滤 净化也算是比较清净 但是像藏地的水那样 可能澄清都是没有的 有时候到了藏地的时候 藏地的水 蓝天 白云 好多都是成了自然的供品 心里特别的舒服 所以我们平时应该 供水方面最容易的 也不用什么花钱 我们买水果 买苹果 这样花很多钱 所以有时候舍吝啬心 像我这样的话 有时候舍吝啬心也可以 那水的话应该怎么说 不是很困难的 每天都是我们供七百水 这个我看每一个人来讲 不是特别困难的 而供七百水 每天早上这样供 然后在诸佛菩萨面前 念供养咒 或者是念一些偈颂 这样供养 这个功德的确是相当大的 实际上我们藏传佛教里面的七百水 为什么七百水 以前也是讲过 释迦牟尼佛当时降生的时候 他在大地上跨七步 然后为了纪念这个 为了表示这个 就是一般供七百水的来源 历史也是从此而来的 也有这种说法 平时我们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来 供养诸佛菩萨 这是相当重要的 然后刚才讲义里面讲 把功德水 这个是八功德水 所谓的八功德水 在《毗奈耶经》当中也有 各大讲义里面 天间的八功德水 人间的八功德水 等等有很多的解释方法 但一般来讲 八功德水 具有八种功德 这样特别清净的人间的水 也可以称之为八种功德水 那么第一个是清凉 喝起来我们觉得特别的清爽 给人带来特别的清爽 解毒 还有一些断除一些苦热的 这样的水叫做清凉 然后香 香这里 比如说这个水特别干美 很甜美的 那么一点都不出 没有任何臭味的 这样的水叫做香水 清水里面一般来讲 有些水里面不是矿物质特别 含量特别高 这样我们平时享用以后 对身体不舒服 有这种感觉 但一般清水的话 这样对身体没有任何危害的 很轻微的这样的 然后他这里第四个 应该怎么说 如然苦渴的这样的水 第五个是澄清 澄清实际上没有任何浑浊 然后很清净的 无有勾染 无有勾染是第六个 第六个也就是叫 这个水相当地干净 没有任何勾染这样的水 饮食不损合 这个是第七个 第七个是你喝了以后 根本对你的这种伤子 没有任何损害的 第八个你喝完了以后 不会有什么 拿肚子或者心里不舒服 这种状况都是没有的 一般来我们这个水 通过过滤以后 通过烧开以后 水有一种特点 但现在的很多矿泉水 有些水对身体 不适应的比较多 实际上具有八功德水 其实这个八功德水 汉传佛教净土宗当中 比如说《阿弥陀经》当中 有些清代所翻译的 唐代所翻译的当中 也有不同的一些名称 和不同的一些解释方法 以前我看见过一个 八功德水的一种论文 这里面讲的 每一个功德都讲得特别的清楚 但这里我觉得 也没有必要特别的广说 意思就是说 我们什么时候 看见这样清净的水 看见这样特别澄清的水的时候 也要去供养 你到哪里去的时候 在山谷里面有一些 遇到了一些很好的水 或者一些大的江号 你看见这个以后 你就可以想 那么好的水 马上要供养诸佛菩萨 心里面这样想 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 然后我看今天讲到这里吧